第2節八鬼夜音的時間 第2節 繼續有阿星 我阿Wing 還有嘉賓阿卡 請阿卡來就沒有理由跟我們 只是評論和聽阿星講故事 那就要邀請阿卡講故事 沒問題 但在講故事之前 要回應Track Room 先回應Track Room 看看有沒有反應 有沒有反應 1啊2啊人啊 鬼也可以 剛才講演藝的女同學被鬼圍著 接著Track Room馬上有 我叫她打電話上來就在Track Room留 有沒有搞錯 不用客氣 不用害羞 這個Track Room聽眾就說自己 當時他就去工作 工作什麼 去了一間沒有門的房 就給阿飄圍著 給阿飄圍著 給D飄啦 一整天應該圍不完 就說太可怕了 只好不斷想著BL本去驅散 驅散他們 但我第一次聽 阿飄怕BL本嗎 首先 是不是真的用BL本去驅散他們 對 為什麼你會這樣想呢 還有你有沒有成功驅散到 對 還有你有沒有成功驅散到 我有說 有嗎 猜不到他們真的不接近我 證明阿飄是 怕BL的 怕BL 怕BL 他們可能是熱血武士那類 會不會是 即是怎樣 即是 即是 不喜歡BL類型的 是 他們可能喜歡看地盤腦 或者 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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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角手 我想不到還有些什麼好man的東西 可能他們只是單純喜歡女人 對 對不起 我向那方面想 哈哈哈哈 即是 即是那些不知道什麼 那時候 那時候有一本很厲害的翻譯漫畫 在香港買的 即是 因為那段時間 是什麼漫畫 地盤老漫畫 蛤 地盤老漫畫 日本人畫的 但是在香港出了 因為 就譯了 譯了中文的 即是 日本的職人翻的 呃 它簡直是漫畫 但是 是男性向的 男性向的 男性 同性愛漫畫 即是都是BL 不可以說BL 那些BL 是兩個都很美型的男子 聽他們父子說 應該不一定要美型的 那些知藍而上 藍能可貴 即是 藍上加藍 即是很荒柔的 很光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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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口味的BL 很重口味 是的 即是外國的消防員 攬在一起 差不多 因為他們的封面 是強調這個 藍執連發的 哈哈 你不是想著這個環節 這樣叫甜股頂去嗎 不是 是這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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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次來就應該說甜股 認了觀眾要求 這裡結束了 是的 其實今晚 是 很掃興地 沒有準備到甜股 其實 剛才說了 你說了嗎 Mike 不是 剛才那些我讀別人的東西出來 是嗎 是的 不是那些 是我的經歷 我們回到的士判官再說 是的 下個星期的士判官再跟你討論 不知道他會不會帶到的士判官回來 下次 他可能帶高僧回來也不奇怪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討論 還有機會 是的 那今個星期 卡是帶了什麼故事給我們呢 OK 那今次其實 看到我 都知道不是每晚都有鬼 不過今晚是有的 是的 喂 聽鬼故事的朋友 快點出來 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我表親的兒子 差不多 什麼 差不多 差不多 二十歲結婚 兒子二十歲 又結婚 兒子二十多歲 現在還不抱孫嗎 可以抱孫 數字上是可能的 但是香港就比較少出現 也不是 對上幾個星期 我在商場上看到一個令人動心的媽媽 蛤 是啊 有一個 因為我聽到一個 很漂亮的女生 你這方面是否當甜褲一部分 不是 純粹是一個經歷 她是去跟小女兒說 她說 快點跟著媽媽吧 快點跟著媽媽吧 我想認識她的女兒 她的女兒已經是別人的老婆了 是 不是她的兒子 是她的兒子嗎 她的兒子嗎 是媽媽 是 是 你一聽到的 你一聽到的東西就亂來 她是要一個女兒 可能別人還有一個女兒 是媽媽 就是女兒就對了 如果再有女兒的話 是啊 如果女兒比兒子大的話 那也是三次而已 女兒不要緊 還是三次 未必三次喔 二次 難道 未必三次喔 媽媽也應該還未夠四十喔 是 那我保持得好 當她是四十 四十五 比較她 是 那我真的少見 對她 真的只有你才看到這些 我還以為你不喜歡姐姐 我? 是妹妹 對你來說可能 都OK的 隨便吧 我們加完甜了 你的表親 我沒有跟著媽媽 很可惜 如果跟著媽媽 就變得變態老了 不行的 這些事情 跟著我孫子 對 跟著我孫子 孫子也有幼稚園以上 不要說 不要說 危險 危險 那我的表親 已經生了兒子 兒子現在也很大 現在已經大學了 基本上 那我就說回 因為我也是看著他大的人 家中長輩 如果擺生日離開 每年 都會見到他 起碼一次以上 雖然未必說過年 每次拜年 就未必會 團拜未必會見到 但是 這些 家中長輩 生日 都會見到他 以及他兒子 看著他結婚 看著他兒子長大 是 那他本身 就沒有什麼 那 沒有什麼 這些 看到的 或者有什麼 歧視 他只不過是一個 很平凡的女子 但是 他的兒子 就另外一件事 就由小到大 他的兒子 都是被選中的孩子 就是有數碼 暴龍基陀語 那他兒子 約某六七歲的時候 他兩夫妻 就帶兒子去關島旅行 關島 關島 是不是夏威夷附近 好像美國的日本 美國的日本 我也不太記得了 好像說在美屬菲律賓 是 是嗎 菲律賓不是日本 關島 關島好像在菲律賓那一頭 但是 隸屬美國的 地理位置 給聽眾提一提我 不太記得 總之去關島旅行 兩個夫妻 帶兒子 走去關島旅行的時候 兒子在騎駁馬 就是騎著爸爸 我爸爸帶著他到處去 一家三口 然後 兒子突然在說 嘩 哈 我都來過這裡了 其實 咦 關島 那 有什麼理由你會來過這裡 你幾歲了 兒子還沒去過旅行 雖然 不是說你從小到大 但是一定是跟我們兩個 但是你去過哪個地方 我們沒理由會不知道 再加上關島 現在不是去過長洲 去關島 不是去海南島 海南島也沒理由不知道 你沒理由去過這裡 首先我們兩個都沒去過 而且你只有六七歲 你沒理由來過 他兒子 反而在跟他說 這個商場裡面 就有 打個比喻 有一家很出名的快餐店 還有一家很好吃的蛋糕 告訴他們 是 幾歲 六七歲 那時候還不是上網時代 那時候還不是上網時代 而且他說快餐店 不是說麥當 是說比喻加坑 那類 即是香港沒有比喻加坑 不是那麼容易有的 不是那麼常見的快餐店 是 直到去到一些景點的時候 就會告訴他們 那裡 其實下去之後 你再看過去有個海 那裡有個小島 很漂亮的 類似描繪到這些東西出來 但是他還沒去過 是 一定 你真的看了日本風情畫 也沒理由 那麼詳盡 日本風情畫都會告訴你 海岸 海島哪裏有鳥居 沒理由告訴你 不知道什麼商場 裡面會有一家 普通的餐廳 他不會告訴你 轉換了什麼 沒有理由 是的 還有他的年紀 也是小時候 可能還沒讀小學 可能 所以已經開始奇怪了 但是 奇怪的東西 就不止一樣的 有關他的話 今晚有幾個職場 開始 開始 上學了 開始 大 八、九十歲 那段時間 有一次他 不想上學 就炸餅 噢 炸餅 是的 他就炸餅 平時父母都要做事的時候 那媽媽就會照顧她 又是媽媽 是的 好的 美女媽媽會照顧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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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媽媽應該 應該 開始的時候 都會挺美女 我沒見過 嗯 那麼 那媽媽呢 其實就知道她炸餅 但是 知道她炸餅 還知道她炸餅 但是 都真的怕她 怕她 真的病 她說 你不舒服 你不舒服 要醫生照顧 帶你去看醫生 那她 糟了 心寒寒 大哥 我炸餅 突然叫我去看醫生 是嗎 但是 又不能說 又不可以不去 那就焗去 因為我正在炸餅 所以要炸足全程 唯有 唯有 逼著和媽媽 去看醫生 去醫院看醫生 就去醫院那裏 鄰政 那 排排一下 兩麻酸 排排一下的時候 突然間 有個醫生走到她旁邊 小朋友 這邊 這樣 跟著我這邊 走進去其中一間診證室 那裏 孫子走到地上 拉著媽媽 媽媽那裏 怎麼過去 都未到你 醫生說那裏 這樣跟媽媽說 媽媽說 你哪有跟人說過的事 哪有人 哪有人經過 但是媽媽到底都是 帶著她 如果她說真的又怎樣 或者她真的自己聽不到 媽媽 很難說 就拖著孫子 兩個人 去了哪裏 是的 去那間診證室 那裏 兩麻酸進去那間診證室 那間診證室 那間診證室真的是診證室 裏面也有醫生 但是除了醫生之外 還有病人 那醫生 就不是孫子見過那個 他見到那個醫生 就不見了 但是那裏是挖頭路 是一間普通的診證室 就是叫他走去那個醫生 不知道他走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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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他走去哪裏 那兩個人 正在這裏疑惑的時候 那裏面就忽然間說 什麼什麼小朋友 幾多號房 幾多號房 見醫生 那裏面的播音 就這樣喊了出來 那兩孫子就走出去 走出去外面 去回剛剛播音的房間 譬如3號房 去回3號房 去回3號房 在4號房走出來 去回3號房 進去那裏 醫生就真的是醫生來了 這樣就 但是都不是那個 是不是也是那個呢 不是那個 都不是那個 叫他那個人 不知道他走去哪裏 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不知道是什麼人 都比較容易理解 但是 到他房間裡 不見了那個人 就奇怪一點 因為那房間很小 那醫生 就去診診他 就問他 你哪裏不舒服 我炸病 我哪裏不舒服 醫生我炸病 快點拿一張醫生紙 反而就在那裏說 有些什麼 容易得到說肚痛 我任何時候都可以肚痛 就跟他醫生說 我肚痛 醫生說肚痛 醫生說肚痛 就幫他檢查一下 就幫他檢查一下 按一下 就發覺 小朋友你真的有東西 你盲腸炎 是嗎 他炸病 但是他原來真的有東西 那時候 醫生 就告訴他父母 他說 如果你的小朋友 再遲一天進來 就麻煩很多 危險很多 所以他沒有了 這麼奇怪 但是他自己什麼感覺都沒有 但他就不痛 不痛 不 他醫生按到某些位置 他就叫痛 那醫生才知道他什麼事 是 但是他還沒看醫生之前 他什麼痛都沒有 純粹是炸病 那醫生 簡直是要睡兩個 醫院 就弄假成真 他就很開心 回小三日學 回小三日學 但是也要痛 也要痛 本來是不痛的 本來沒事的 但是試了出來之後 才發現原來真的痛 原來是真的 那些小朋友 吃飽飯跑去跑 不知道 睡了兩天 醫院 開始 這件事 結束了 差不多 小學 讀完 大概 可能五六年級 我表親的老公 有一間店 有一間賣金屬工程的 那些很特定的工程用品 不知道是什麼 不是普通的事不拿羅斯批 不是那些店 那些店 就是在大角咀 兒子也差不多 大 有時候他放學 就不回家 去店 去店做功課 他兒子挺乖的 其實 有一天 他在裡面 不知道在玩 還是在做功課 還是什麼時候 就是在店裡的時候 他爸爸 就在門口 做工具 等等 兒子在裡面 忽然間 兒子看到 有個 穿著長衣 的兒子 走進來 他就看一看 外面 看到爸爸還在做工具 即是在門口 做工具 不理他 這是誰 他看一看 爸爸 又看著他 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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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進去內倉 即是貨倉 那裡 就是 爸爸笑一笑之後 走了進去貨倉 那裡 他就馬上 他就馬上跳出來 追著他 追著他 進去貨倉 叔叔你是誰 你怎麼進來 然後進去貨倉 那貨倉 也很大的 不過 也有到後門 但是那裡 就鎖住了 找回整個貨倉 都找不到 然後就走出去 走出去 問我爸爸 我問我爸爸 剛剛走進去那裡是誰 我爸爸在門口 他說 沒有人進來 小孩子 你是不是看錯 沒有人進來 沒有人進來 簡單 我看見到 你又說看不到 看回CCTV 就可以了 是 CCTV錄不到東西 不是 蛤 就真的有個黑影 在他爸爸面前飄過 錄到 錄到 黑影嗎 是啊 錄到 那是錄影帶 是啊 錄影帶 不是D直圖時代 真的錄到黑影 就在他爸爸 擦身而過 基本上一定在他爸爸的視線範圍裡面 經過過 雖然他是在做東西 但是他是看到整個環境的 但是他爸爸其實就真的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對了 就只有他們看到 那兩父子走進去 那看到貨倉裡面 有幾個褲子 因為他們的東西都算是貴重的 是啊 有幾個褲子的 全部的褲子都塞住了 是 那你就 你走出去之後再塞住 沒有什麼可能 大衛哥帕菲也搞不定 就是 然後 然後 亦都不知情 這件事 亦都沒有辦法可以處理到 唯有 不見了 唯有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走去 找回師傅 那些 就沒有告訴我 嗯 真的厲害 是一個很模糊的 很冒化的影 但是綠島是厲害的 綠島就很少聽到說綠島 綠島就是鬼就事存在 這些東西是很難綠島的 我都說過我做保安系統這麼久 我說見到的人多 綠島的人是很難的 是很難看見到的 你可能是透過鏡頭看見到 其實很久之前 Sherry不是說過 那些響鳴的那些 響鳴的那些 響鳴的那些 他們可以做到響鳴 但是 錄不到 錄不到 有可能 但是這個是綠島 這個是綠島 但是 就 沒有得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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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兒子就說 那個影像 是一樣的 跟他見到的 是很類似的 因為綠島很模糊 但是 他見到的 是很實在的 簡直是一個人 不是半透明的 就是兒子在現實中 就見到一個男人走過 是啊 在影片中 都見到一個男人走過 不過是模範了 那個影像就好似 但是爸爸就只見到一團黑影走過 不是 爸爸什麼都見不到 爸爸什麼都見不到 那團黑影 簡直是在他爸爸眼前經過 但爸爸在錄影帶 看不見到黑影 看見到 看見到 兒子都只見到同一個影像 都是那一塊東西 是的 但是他在現實之中 是簡直是見到一個人 是的 嗯 應該他大一點 再見到其他東西 他大一點 這個也是今晚 我能夠暫時更新到最後 而且我聽過 我覺得是最離奇的事情 如果這個是一個故事 我想不到他 為什麼會想到一個這樣的故事 也因為沒有什麼意思 嗯 事情是這樣的 他讀中學 我想他十五六歲的時候 是 那整班同學 中四五的 對 整班同學 那就去旅行 那去哪裡旅行呢 去桂林旅行 去桂林旅行 三日兩夜 那類的 這樣就參觀一下我們偉大祖國的山水 再加上桂林 某台 對 桂林很出名 桂林很出名 那些風景 這樣 他們呢 他就在旅途之中 這樣就遇到一個人 那個人呢 就是他媽媽 即是我表親 一個很親密的朋友 姐妹團 OK OK 這樣就遇到這個人 他就跟另外一班朋友 走上來玩 我又跟我的同學上來玩 不知道有沒有 阿Sir Missy帶著 我不清楚 這樣就 因為 他媽媽的朋友叫著他 就認得他 因為他們很友善 就叫著他 上前就跟伯母在那裡聊 我 在桂林都不容易碰到 竟然在桂林那裡碰到 很多時候都是 然後 他說 是啊 我跟朋友上來玩 那你呢 我跟同學上來這裡玩 那 聊了幾句 他又他那邊朋友 我又我那邊同學 那聊一會兒就分開 他又說 回到香港再再見 或者拜年的時候再再見 那類的 各自回到自己的群組 幾天之後 回到家裡 跟媽媽說起這件事 她說我在桂林 遇到媽媽阿姨 然後媽媽說 媽媽阿姨早兩天跟我喝茶 跟我喝茶 跟我喝茶 然後你是不是肯定是那一天 然後 大家都說 是啊 一定是12月12日 不會錯的 即是類似的 打個比喻 一定是12月12日 五點鐘 一定是那個時候 然後媽媽呢 就說 那一天 我就跟 媽媽阿姨 另外還跟兩個阿姨 在另外一個阿姨家裡打牌 打完牌 去喝茶 然後再去買衣服 晚上我都繼續跟他們一起 吃了晚上飯 她怎樣去桂林呢 全日 全日 都是在香港 跟媽媽阿姨 一起 一起 你又看到誰 我又跟誰一起 媽媽姊妹 那 媽媽姊妹認得她 不是 她媽媽就以為 你是不是被人白撞 她說不是 是她叫我 不是我叫她 是她認得我的 是她認得我的 是 阿姨認得我的 是 我認錯阿姨就說 是嗎 是 所以 就有一件 這樣的 by location的事情 就 發生在她身上 即是 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同一日 同一個時間 同時在桂林 和在香港 在香港 究竟 桂林那個又是甚麼 香港那個又是甚麼 就不知道 而且 媽媽 不敢把這件事 說回阿姨 是 但是我現在組織 剛才講的四個故事 好像沒有什麼共通點 究竟她的能力是甚麼 很厲害 我不是說她是被選中的孩子 是 究竟她那個 功能是有甚麼用 我不知道 只是看到東西 你說她是否一個很特別的人 從小看到她大 又不特別的 很普通 她是成績好的 是乖子 即是這些東西 對 這些很普通的東西 普通的學生哥 我讀到書的學生哥 對 普通的學生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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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記得,夏師傅 我們上次有討論過,上個禮拜 是的,有討論過 但那個問題是,他可以即時回來 你的時間不一定是線性的 可以回來,又不可以不行的 都可以行的 不是的,他簡直不是說 我之前,我前世見過 他純粹是說,我來過這裡 我來過這裡 究竟是不是他發夢到處去呢? 發夢到處去得來很厲害 對,發夢到處去,但又會見到伯母 又會見到一些医生,撞牆,爸爸 那些医生帶著他走前,撞牆離開 究竟他的能力是甚麼呢? 不知道他的能力是甚麼 反而比較不緊張 如果你說幾個,以我所知他的特殊能力 比較不緊張就是去過關島那件事 但是你為甚麼會 但你又解釋不到 為甚麼六、七歲的人會知道這些事情 現在六、七歲的人就很聰明 就比較難一點 即使他當作夢遊去過 你看到那個Bugger King 你不會說得出是Bugger King 是的 你看到那個大牌子 你不會說得出 他又不是說很成熟的 他又不是說 他又不是說 好像一個成年人變小 他純粹是很天真地說 我知道這裡有甚麼 這裡有甚麼 這個蛋糕很好吃 那些 他還吃過 他說很好吃 或者我想他的意思是 這裡有一個很好吃的蛋糕 那類的 那可能 說真的 現在不是全港都是領會 你一個 你未去過的商場 你都不敢擔保裡面那間是 大家樂定大快活 那他就肯定地說到 所以就比較奇怪 我覺得他的能力 一定是遇到東西的能力 但是那個Auntie究竟是真人的奇怪 這個是最令人害怕的 因為這個令到他一家三口都害怕的 這件事是 哦 是 因為你不知道 你說Auntie白狀 如果他先叫Auntie Auntie認他的話 白狀的機會比較大 但如果Auntie認得他在先的話 白狀的機會比較微 但也不是的 他假裝是Auntie 那你要叫得到我的名字出來 對 這個就難了 如果要我講一個故事 可能是他撞鬼 然後那隻鬼 假裝一些去認識的人 不清楚了 真的 因為可能性小的態度 對 但是最普通的一個故事 可以扣連醫生和工程普叔叔 可能他從小到大都會撞 所以到十幾歲那隻就比較厲害了 可能 那隻可以分身 可以分身 分身 分別這樣去 媽媽和他 我意思是 香港那個是真人 只是桂林那個是假的 現在就是他們的謎團 對於他們來說 對 但你這樣說 他應該on going 有機會還有 國安院議員還在 我意思是他有機會再遇到新的事 那些嗎 那應該是 是的 但是你說這一陣子 好說不要聽 那些長輩 開始慢慢離開的時候 見面的機會 其實就開始減少了 所以 我想要趁這十年裏面 就盡量多些 私底下 除非真的是私底下約他 如果不是的話 到時候我已經是那個伯伯來的了 如果再十年之後的話 他可能不會再跟老坑說話了 可能 你現在現在跟他近一點 唯有 唯有 需要更新案情嗎 冰冰 案情 現在呢 就關總提供消息 是出過馬 就是被捕男子24歲 女子22歲 為情侶關係 而是屬於那個 找到一個嬰兒屍體的 單位 不適合 亦都相信 那些屍體 這兩個 情侶呢 就應該是那些屍體的父母了 即是我們在節目中 猜的 那些是他們的嬰兒 應該都在這個房間 嗯 即是他們過了生 就這樣保存他 但我覺得奇怪 就是為什麼會棄置在這裡呢 沒有味道 我不知道 找福馬林封住他 味道最小 那都應該要帶走他 因為他遺棄在這裡做什麼呢 這個真的是 又是回到我們上一節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會放下他們呢 很難說 衝到廁所都行 不明白 留警方去調查 這些就交警方 你繼續做 這些不是我們要調查的 放下 阿卡 有沒有其他東西想補充 今晚先去到這裡 哈哈 我以為你想加一些 四個Session 厲害的 好今晚多謝阿卡 不要這麼說 沒有課金給阿昇的 那不行的課金節目 我越跌越低了 昨天好少少上一格 我由神一跌到第五位 支持阿昇和夏師傅 勇氣是幫到你們的 有興趣記得課金給阿昇和夏師傅 來參加這個活動 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收睇 謝謝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下次再見 拜拜